大家早晨 欢迎来到9月2日星期四 我们来看看隔晚美股情况 三大指数升跌不弱 道指跌了48点 就报35312点 纳指升了50点 就报15309点 另外S&P升了1点 就报4524点 中概股继续大反弹 贝壳就升13% 滴滴升超过11% 外企毅升9% 平多多就升超过6% 另外BillyBilly升超过5% 而新东方和阿里巴巴都升超过3% 小米110 雷军也发微博 就说小米汽车正式注册 公司名为小米汽车注册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为100亿 而雷军就会担当做法人代表 另外国家药监局的官网也发布消息 就说重点加强整容的注射填充物 以及一些光治疗美容设备 就说要求合法途径 随着注册证和医疗器械 相关的医美概念股 就有税例医美 2135 四环医药460 完美医疗1830 医师健康2138 看折药业867 以及复税医疗波纪1696 另外中国平安2318 亦以5.77亿回购了1130万A股的股份 最高的成交价是51.38 最低是49.8 连续4日已经回购了 总额大概超过22亿 另外腾讯700 昨天再耗资1.02亿港元 再回购21万股 主持人 saud金 都会是5.45 多年磨资2.02亿港元 各产地医疗 8.5 人当年地出伤 5.057 赢 7.35 6.35 8.35